政府的表現是需要受到監察 但也要看監察的質素 高的監察質素才是有效的 暫時我見到的立法會議員在這方面的表現 似乎未達到理想的地步 有一些真的為了批評而批評 不是有太多建設性的意見 其中一項是有關將部分社區隔離設施 轉為備用狀態的批評 新冠病毒確診人數回落了很多 現在的設施當然要審視一下 應該怎樣去運用 因應整個疫情的發展 看成本效益這些因素之後 政府決定在七個由中央援建的社區隔離設施 政府會集中使用一個設施 暫時不開放的設施 就會變成一個備用的狀態 確保如果真的不幸出現第六波疫情的話 我們仍然是有足夠的設施 去作出應對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相當合理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繼續將設施分散來用 就會有一種亂花肺公帑的嫌疑 公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 在這裏有些文章 有些說法有些批評 他就說 知道位於新田 港珠澳大橋 仁宮島 粉嶺 洪水橋 元朗譚美 和清衣的六個社區隔離設施 下星期四就開始停運 真是閉加火 很閉 預料因為這樣的決定 就會有5400個清潔工和保安員失業 要被解僱 5400名 這是一個香港史上同一天解僱最多員工的事件 首先我覺得他要搞清楚 這些職位一開始就已經說明是一個臨時職位 拼用這些僱員的時候 他們自己都很清楚 這是臨時性質 也正因為是臨時性質 所以僱員他們的薪金 都是比正常職位 普通職位 非臨時性的職位 稍為高一點 難道他認為即使用不住這些隔離設施 或是方倉醫院 仍然需要繼續營運這些設施嗎 勞工階層的苦況當然了解 就業問題亦是社會應該著力關注的問題 不過解決問題的辦法 都要用得其所才行 其實他可以著力建議政府 在其他服務方面 首先考慮聘用這班朋友 而不是批評政府 暫時關閉這些設施的做法 上個月底被解僱的粉嶺設施的 一位前保安員 奧雲表示 他們的設施上個月使用率很低 下跌了相當多 亦因為這樣 解僱了三分之一的人手 已經解僱了 加上部份的人 因為不夠工作 借調去清衣設施其他地方等等 人手由80個減到40個 不過他都說 都算是幸運的 因為現在市道比 較早前好轉了 找到另一份保安員省工工作 我相信大家最渴望的不是疫情要繼續 設施要繼續 而是我們的設施 是完全不用用的最好 社會和經濟活動能夠盡快回復正常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大家 這個才是我們要督促政府要做的事 另外一件事都關於議員事 另外特首星期二公佈 提早在今天重開泳池沙灘 不過在同一日 康民署發稿 說需要時間去準備 38個公眾泳池 亦只可以由5月12日至16日 陸續重新開放 立即是開不了的 康諾及文化事務署 不能夠全面配合這個放寬的政策 結果又受到立法會議員的批評 其實有甚麼好批評呢 千錯萬錯都不是錯在部門上 因為原本這個鬆綁項目 應該是5月19日才發生的 這是特首同食物及衛生局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分析完疫情的走勢之後 經過了評估 認為是可以提早 在今天放寬部分社交隔離措施 包括不需要在戶外活動時戴口罩 而是在這個基礎之下 是決定重開泳池 重開海灘 康民署又怎會知道有這樣的新發展 他們的安排不能夠趕得及常理來的 最多你可以說特首你做甚麼 不吩咐你的屬下和康民署內 溝通好才作出公布 你不知道康民署在做甚麼嗎 說話雖然是這樣說 特首放寬這個措施 即使康民署核下的泳攤和泳池 未能夠配合即時開放也好 至少私人的泳池 私營管理的泳池 包括海洋公園的設施 可以開放也是一件好事 你可能會問特首只是開放私人泳池 那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不協調的情況就不會出現 不過特首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現時599章的防疫規定 公眾或私人泳池是一起受到管制的 所以林太星期二說提早開放 是一定要一拼開放解禁的 公道點來說 當時林太也沒有說 公眾泳池星期四就可以重開的 不過又是 我又覺得很離譜的 又是那位立法會議員 剛好 他有很多話說 他又是公聯會的立法會議員 又是梁子榮 他本人是持有游泳教練證書的 他認為康民署這次的做法不尋常 因為在以往非疫情的時間 公眾泳池一般在4月1號就應該要重開 所以在2月最後一個星期 他們都應該要為重開泳池做好準備 在3月的期間 就應該要開始相關的工作 包括泳池注水、維修 淨化池水、驗水、量度酸鹼度等等 他說他不明白 為何康民署現在5月 會未準備好就緒 自己都懂得說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康民署才會這樣正常操作 過去兩年的香港 特別是過去幾個月的香港 我們是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運作和生活嗎 究竟有沒有用過他的腦袋 而且他沒有理由不了解到 泳池和泳池 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 甚麼都不要說 就說救生員 救生員現在一般都是屬於季節性的救生員 因為有些季節是不需要他們的服務 每年都要請人 請大約750人 往年都是很難招聘到人 在疫情影響的情況之下 今年的情況只會更加差 因為不少人在疫情當中 行都轉了 已經不做這行 事實上在上個月初的招聘裏面 只有百多人認證 還有另一個實際的問題 在過去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泳池關閉的時間 是多於開局的時間 根本你連要去搞那些請溺水試考試 和救生員續牌的工作 都做不到 我真是希望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再做多些功夫 監察和批評政府的時候 提出更多有建設性的建議 即是不要生草藥 說得就說 繁榮的香港 除了看得見 和整天聽得到的弱勢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 每天走過你我身邊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 我以前走錯了 現在都是想做回普通人 但是 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歡就是放學了 因為我看到那個時候 我都在媽媽接的 然後我只是這些衣著 那些人經常叫我看開一些 說避開不要等那麼多就行了 但其實有情緒病 我都控制不了 所以我都會很好的 有時我會想得到幫助 但我英文說 就是媽媽的 繁忙的香港 增分奪廟的生活節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 弱勢中的弱勢社群 其實極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們家人 精神復原人士 小數族裔 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 需要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鼓勵 善導會 在香港服務已經超過60年 邁向65 我們誠邀你正視這班 隱形的弱勢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們 用更多元的形象 為一眾弱勢社群同行 除去他們身上的標籤 幫助他們發揮潛能 貢獻社會 你永遠不知道 他的轉身位 究竟在何時出現 就算是一場硬仗 我們都會堅持 因為我們相信 捉住這個機會 你就可以改變他的一生 引你的支持 我們一起為每個轉身 創造更好的未來 一起共建香港 為包容而安全的社會 你的捐款對我們很重要 請支持香港善導會 心革絕觸碰 我用個性放鬆 化做一種抱擁 心 結伴一種 求護者的奮擁 求護者的奮擁 同行互免 同行互免 以熱情雙退冰凍 世界大概 像驚奇災 白節美台 恩你在 這女性在 你我亦愛 以這份愛 繁榮覆載 信念如海 每個每一個人 每個每一個人 繼續抗擊命運 你共我口罩下 堅守這身份 放手 輕生 七百萬人 帝無女就記緊 你永不一個人 每個每一個人 我在你的附近 同行全靠俱約 現在與愛連成約一 難過是昨天 來記住這天 期盼在某天 能信夢有天 和你共運 守夢裡邊 再次遇見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Dream 尋找真相 尋找生存意義 尋找空間 尋找自我 尋找信仰 尋找工作 尋找伴侶 尋找幸福 尋找知己 尋找選擇 尋找快樂 尋找寧靜 尋找寧靜 我們一生都是尋尋覓覓 陳志雲 尋 與嘉賓分享每個關於尋覓的故事 唱新手名 聲情 尋找宮 尋找ährt 航空尋atl 尋找遊規定 尋找遊規定 尋找安全 尋找福 奇幟 尋找恐況 尋找婚 看一看,它們分別就是Terry,Mary和Ivan 這個鐵三角絕對是不可滑絕的 今天就是這麼多,我喜歡這裏講完這裏散 在這個散場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Mr.Expand 植物科學防疫噴霧四維噴 讓它裏面的齒子提取物 將飛沫細菌病毒 對聽的、不對聽的通通消散 那就放心吧 Mr.Expand,結癖主義、好主義 MING PAO TORONTO